欢迎回来 相传上古时代 皇帝跟赤油为了抢地盘 爆发了一次大规模的战争 被称为主路之战 双方在当时打得天昏地暗 难分难解 最后皇帝梦见了天神 传授福祿咒语 能够操纵超自然力量 最后才能打败赤油 后来历经千年 符咒辗转成了道教的法宝 据说以福为信物 就能向鬼神借力 符咒真的有这么神奇吗 在今年五月彰化永静香 就发生一件诡异的事件 一对男女在晚间 鬼鬼祟祟跑到农会前方 边烧符纸边施法 农会的理事长原本不以为意 没想到几天之后 一名从来没有重大病史的员工 突然猝死 接着另一名员工发生了炉内出血 紧急送医 这只是巧合吗 大家对符咒的印象 可能还停留在僵尸电影里面 符咒往僵尸额头一天 叫他往东 他就不敢往西 这样的情节 难道也没有任何根据 专家为您解密 江湿就是传说中一种复活死尸 全身江湿之家尖锐发黑 一对獠牙 钻西人血 僵尸是被幻想出来的鬼怪吗 人死后 有没有可能再次活动起来 民俗传说 当黑猫跳过人的尸体 人就会变成僵尸 突然间两眼一睁 坐起身来寻找人血 因为我们以前的人 在家里停尸比较久 大概是入殿的时间 通常是三天左右 那这个时候呢 就会有人说 一定要二四小时守护这个尸体 我那猫跳过去的时候 尸体会坐起来 尸体为何会有被猫跳过之后 做了起来的害人现象 科学上曾有一种说法 认为是因为猫跟尸体 两者在瞬间产生静电反应 牵动了尸体起身 一般人光是看到死人还会动 就吓坏了 但还有人曾听过死人说话 你相信吗 神婆他们的外家 这个人往生以后 就停在他们家的厅堂 然后有一次就是 晚上守灵的时候 人睡觉了 但是他们听到猫就叫一声 然后他们惊醒 看到一只猫就黑的猫就跳过去 结果他们外家的那个亲戚的长辈 就坐起来 这个全家人就吓死了 然后坐起来之后 他说 很催俩 我醉了 我醉了 那他真的复活了 不是说被猫跳过去 人莫名死而复生 有些事根本还没完全断气 有些则是无法解释 只能被归类成奇迹 那么僵尸呢 他每晚11点都会抹大对眼 那两只鸡 好像想跳一样 抹床的副棺材 千万不要吹出个面罩 这也算是一种复活吗 尸体达成了某些条件 有没有可能会走会跳 传说中大陆湘西的赶尸人 就有以符咒运势的能耐 用符咒是要把那个铃 整个套在这个身体上面 让那个铃不要跑 所以他就会有一直有动力 所以说以前那个江西的赶尸 他能够这样跳跳跳 跳回去 其实那个也不是完全跳回去 死掉的人 用那个两根那个竹子 有没有 这样整个这样串成一串 好几个人就绑在一起 用抬一下抬一下 这样才不可能 不然你用拖的话 是根本没法拖 所以让他弹一下弹一下 这样子以为是 那个僵尸在跳 湘西赶尸的真相 外界只能一侧 但符咒的神秘力量 却在民俗中被广泛利用 传闻不只能制服精怪 更能召唤天地鬼神 让人屈己必凶 相传符咒是起源于上古时代 轩辕皇帝跟赤尤 一场逐鹿大战 打得难分难减 后来皇帝梦到天神 传授福祿法诀 梦醒后以此法大败赤尤 朱砂笔下画着看似不成章法 让人无从辨认的符号 这是符 而口中念念有词的就是咒 按法师的说法 还要将他的心印打入符内 再盖上天师认证的官房 传授千年的一张符录 才算完成 用火化掉符录后 符咒中被期待的法术效果 真的能对时空产生影响吗 今年五月 彰化永靖香农会 正好就发生了一件 疑似符咒害命的回忆事件 5月6号晚间8点多 永静农会监视器拍下 一男一女鬼鬼祟祟的 走到农会门口的左前方 男的先是烧符 后来又站在女子身后 做出施法动作 当天有人用手机拍下照片 我门口有人稍金坐 还有疑似符录没有画完全的痕迹 就把照片拍下来给我看 当下也不在意 也不把它当一回事 原本打算一笑置之 谁知道离奇的事情 就这样发生了 当下我们都不在意 就刚刚那个罗李士 因疑好人 无论如何会发生脑部出血的问题 然后我们还有一个后谱理事 也是现任的农会代表 没有什么病死 也没有什么样的 身体不舒服的状况之下 就睡午觉 然后就一睡不醒了 到底怎么一回事 门口有人烧了符 没几天 内部人员竟然接连出事 猝死的人也才50多岁 没有重大病死 而脑出血的人 是她农会理事多旺行 拒绝相信这是符咒缠身 但时间点真的很敏感 其中一位打算选村长的农会理事 更忍不住开始求审拜佛 突然老师跟我说 你后面怎么有东西 我说我后面有东西 卡了什么还是什么 他不讲 他说你就处理掉就好了 不要再问了 我来烦恼 是什么事情 是不是相关联的 后来我就去吊带子 真正就看到了 看到一人一女 他就鼓动的金座 鼓动的都一直咬 一直咬 有真的有 整件事越说越学 当时农会里弥漫着恐惧氛围 不过仔细想想 这三五分钟的烧服做法 能夺人命吗 那一男一女到底做了什么 画面上看到 他会在那个女孩子身上 画那个笔画 那个就是要把那个女孩子身上的 负面能量 不好的磁场 画在这个地方 然后让这个从这里跨过去的人 身体不好的 或者是他运势差的 卡在他身上 就会造成这个运势不好的人 他当然负面 他就产生很大的杀伤力 这样说来 符咒就像是超自然中的指挥棒 而钻走偏门的法师 不就能呼风唤雨 可能大家所知道的就是茅山 它可能会比较偏门一点点 因为这种东西关系到生死 所以我们在学的时候 一定要发毒誓 孤贫绝 甚至死都会 就是说让自己来讲 下重是你选择一样 那你才能够学到 这种很深入的这种符咒 像我来讲 我就不愿意去教这方面的学生 因为怕他一时跟人家有争执 造成他偏私人 问题是赔钱生意 没人做 杀头生意 总有人愿意体而走险 这个人他一开始 学这个符咒的时候 他是下绝子绝孙的咒 后来因为他跟一个 旁律有金钱上的纠纷 一直气氛在心 后来他就忍不住去把对方 下了符咒让对方死掉了 结果他的大儿子就这样 车祸死掉了 那二儿子跟他的那个女儿 就开始有点精神失常 甚至用笼子把他关起来 但是到最后来讲 也会这样子自产死掉了 他的女儿就这样死掉了 后来他的儿子也是得了重病死掉了 他想说这样家里死了三个人还不够吗 结果呢 他的那个孙子在上学途中 又车祸死掉了 就真的绝子绝孙 一道死符牵动数条人命 有可能吗 勇金农会员工发生了猝死意外 会不会就此被算到符咒上头 人类都会受到一些心理阴影的影响 那本来这些事情就是有二元发生 就是非常明显的一些 精神医学上的心理上的暗示或投射的 非常简单的心理急转 那相反的就是 你如果真的还没发生 你就觉得已经被下诅咒了 被被干嘛 被下降头了 干嘛 你可能会有很明显的预期线的焦虑 简单说就是心理压力 导致健康出现变化 但奇怪的是 农会理事长说 在员工出意外之前 门口有人烧符做法的事 从没对其他人提过 案里也就没有人 会因为符咒产生心理压力 大多数的医学和科学 我们都觉得这些可能 因果的关联性非常弱 因为只要有人做符法 当中就一定会有人遭受到病痛祸害 这个你想而见 这些可能只是几率 不过非常地有趣 几率总是有大有小 小的时候 在了绝大多数 可是偶尔就会嘟到 几率巧合 是否解释了这一切 警方在事件爆发后一个礼拜 从监视器中拍到的车辆 寻现找到了疑似做法的男子 据这名男子向警方公称 他平时在新竹开继承车为生 但懂得一些民俗法术 而监视器中 这名女子某天找上了他 表示说有位亲人在过世前 曾担任永靖农会理事长 不明原因意外煞到这名女子 希望他能帮忙处理 新竹南下彰化只为了收金 这会是真相吗 难道农会中的恐惧氛围 只是一场白操心 你选择相信谁的说法 厉害 准备 不得